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照顾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新闻的整理议题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而且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最近的IG也上线 在我们的这个说明欄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IG的连结 简单讲叫做Linking Our Life 连结我们的生活 Linking Our Life 那我们的经费也是由公众捐款支持 欢迎大家来透过捐款的方式 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做好节目 捐款连结就在我们节目的说明栏里面 可以来按进去 点进去来支持我们 我们的节目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香港的议题 而在香港前两年这个反修例 或者是反送中运动之后呢 其实有一些香港的朋友 他陆陆续续到台湾 所以我们节目也访问过像林隆基 沈旭辉 还有像朱翰强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访问一位 刚刚到台湾没有多久的朋友 曾志豪 那为什么要访问曾志豪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传媒人 那在香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香港的公共媒体 RTHK 香港公共电视有一个非常 很受欢迎 然后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节目 叫做头条新闻 那但是前一阵子头条新闻 被收到大量的投诉 而曾志豪的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 也受到 也被停止说 你就不要来主持了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志豪来到台湾 所以我们也很关心向来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邀请到志豪 来接受我们访问 志豪你好 你好 王先生你好 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 不过我们在访问你之前 我们要先来看一段 这个你们被投诉的这个影片 就是王喜的那一段影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欢迎收睇京方讯息 我是重庸淫 中庸淫 最新优惠登场 当值时使用政府车辆 作私人购物及速递用途 下了间, 没有头盔、眼罩、防毒面具 护甲、伸縮颈棍、胡椒噴霧 点山伯、曲尺、雷鸣灯、AR15 水炮车保护 那外出吃饭会不会很不安全的 香槟 不用担心 隔壁房的热心市民会保护你的 还不可以加入我们 有没有人担心 在结束说再见之前 请大家留意一下 在过去几个月 有几早怀疑可能或者是无认我们的人 用我们惯用的手法 在获得受害人的信任之后 让他们入屋、守身 最终招致财物的损失 由几万到21万不等 请大家无必要留意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这个是头条新闻政治嘲讽节目当中的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叫做金方讯息 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 他应该是对照于香港的另外一个节目 叫警讯 就是专门在做警察讯息的一个 政定宣导的一个节目 那其中的这里头的演员王喜 台湾有些朋友应该也认识 他其实也过烈火雄心 就是有关于消防员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但是王喜他是从警队出生 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关心议题 关心时事的一个演员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志豪 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今年2月的时候 这个头条新闻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 收到了3000多笔的这个投诉 然后在6月的时候 您主持的另外一个节目 就突然间被说 你不要再来主持了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包括 像头条新闻跟风秀快活人 这两个节目到底在做些什么内容 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刚才提到的两个节目 一个就是那个电视节目了 就是头条新闻 它那个种类我经常这样形容 就有点像台湾以前那个全民最大党 或是那个全民大门国 大门国 对就是那种综艺形式 但是他的内容是政治讽刺 就做主题的 那就是这个就是头条新闻的那个内容 他的历史也30 他是89年开始32年 32年 所以他对对的 刚他刚开播的时候就发生那个8964 所以他的他的单身是一个悲剧 没想到他接触的时候 其实也是跟那个大环境也一样 也是一个对香港来说也是一个悲剧 刚才另外那个电台的那种电视 那个电台节目那个风秀快活人 对他是完全不同种类的 是一个好像pop show 就是那种电台的谈话节目 对他是比较轻松一些娱乐 就那个题目为主 不过呢因为香港的情况也变得很很难很开心 所以我们也在那个谈话节目里头 也会加入很多那种时事的内容 一些新闻也会放进去 不过那个那个调子是比较轻松一点 也不会太严肃 始终那个是一个谈话的类型 所以就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介绍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会这样说的 香港电台就跟那个香港社会 是一个好像一个缩影 所以最近这两年在香港整个社会发生的一些 比如说压迫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基本上也就可以在小小一个香港电台 这个机构里头也可以看出来的 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对警察的那种暴力的一个指控 因为在19年到现在 香港市民对这个警察的暴力 其实就很多投诉啊很多不满意 那不过很多时候 如果你在社会上做出这种投诉的话 很可能你就会遭到很所谓的不公平的对待 比如你做的工作可能会被投诉 反过来会解拼 所以在香港电台也一样 我们好像说是一个传媒机构 还是这个公共广播机构 但是原来在警察面前就好像指一张 什么也不是 当刚刚你们看到那个片段 王喜他做了那个讽刺警方的一些环节以后 那个警察他就受不了 马上他们就用他们 你可以理解成为他们的工会的一个名义 就发出这个投诉信 接着就慢慢那个成绩就升高了 那个警察的处长啊 其他的官员了 对 而且还有那些立法会的议员 不过主要集中在那个建制派 对他们就火上加油 就说主要他们就说啊 你这个环节是污蔑警察 没有所谓公平的回应 你没有查清所谓的真相 你就做出这种讽刺 而且他觉得最主要就是 对警队不公平 就好像抹黑了警队 那基本上他做完这个投诉以后 他也没有给我们很多空间 也没有听我们很多解释 反正他投诉完以后 你给他一些回应答案 他都已经写好剧本了 就肯定要成立了 所以很快就给压力我们那个广播处的处长 那他也很快就做出一个决定 就说好好好 那我们可能就做到一个什么时候 我们就把它停止了 他的说法就是先让这个外界做出一个调查 但希望可以成立一个什么调查委员会之类的东西 但大家都知道这个调查不会展开的 他停了就停了 那果然我们做完以后 他就根本就没有所谓要再 再重播再起播的这个日期都没有再提论 他直接就这样就烟消云上 所以这个有32年历史的这个讽刺节目 就这样让一些警察 还有一些建制市民投诉完以后 他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背景 对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节目 但是不是新闻嘛 对不对 所以新闻节目 新闻跟节目跟评论 事实上它应该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也许待会我们有时间再来讨论这个部分 不过依据这个香港通讯管理局的说法 他是认为说 这个节目是对警方的恶意的描绘 然后也侮辱警队传达偏见 然后甚至暗示警务人员军事废物 招人厌弃厌恶 也说这个没有价值的人才会去加入警队 你们对警察这么的凶的批评吗 或者是这么凶的批评 或者是用这种方法去批评是不行的吗 或者是说你同意这个香港通讯管理局的说法吗 我觉得因为那个是讽刺嘛 而且他是一个创作 就是他希望用一种好像戏剧的方式去描绘那个警察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让那个观众他自己去思考 比如说他为什么那个演员要从那个垃圾桶跑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就所有从事这种创作的人 他就喜欢留白 让你自己去思考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你可以理解成通讯管理局所谓的这个 他们都是垃圾都是没有用的人才会做 但你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可能你有很多空间 有人就说他们可以循环再用 因为这种垃圾其实也是很柔容的 对 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重点了 嗯 就打个比方 以前呢邓小平他接近那个香港一些呃 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归嘛 对 很多都是在那个英国政府下面做事 这种官员 他们去那个大概是八四年的时候 他们希望上去 八四年以前呢 嗯 他们希望上去跟邓小平谈一下 到底这个回归的安排怎么样 那个联合声明那个时候还没签嘛 对 那个时候邓小平接见他们的时候 就直接称呼他们是旧电池 嗯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你要这样理解的话 那那也非常恶毒啊 嗯 你堂堂一个领导 他对这些香港的官员 他就讽刺他是旧电池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们是没用吗 嗯 说你们这些官员都是废物吗 嗯 都是已经用完了 英国人用完了 我们中国不会再用的这种东西吗 嗯 也没有人要求他怎么解释 我觉得就应该让他存在这种 大家各自理解的一些空间 嗯 对所以你你问我 有没有说很恶意的去批评警察 我觉得看警察在当时那个环境 嗯 你自己感觉你在香港市民心中 是什么样的形象 嗯 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运动以前 没有人会说我们的警察是什么垃圾 我们一向都是非常敬佩 嗯 而且我们就说香港的警察是亚洲the best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感觉自己变成垃圾的话 不是因为王喜这个形象 这个造型 而是他们过去做了一些事情 嗯 是他们自己弄出来 嗯 在某种上面他可能自己心里面也许有所谓的理会 或者是他害怕别人这样子去认为他因此而做了这样的一种反击 可是说实在的一个政治性的嘲讽节目 他本来就存在了很多的幽默 甚至刚刚就像志豪提到他有很多的空间 就端看我们要怎么去解读 那政治嘲讽性节目也有他在这个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那其实在这个节目其实已经这个呃 刚谈到已经三十多年三十二年 那事实上你自己在香港电台也超过二十年的工作 其实在刚一开始高我们在这个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聊到香港电台过去的一些辉煌的历史 例如说我真的非常喜欢看坑枪集 然后我很喜欢看他们一些实境的节目 例如说我我记得呃 包括像田少也会去去体会这种所谓穷苦人的生活 好像他说富呃什么穷 穷富翁大作战 对穷富翁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我上课都会播这个节目说 哎你看嘛这个节目好有戏剧性 然后他其实也会去讨论很深入的社会议题 但是他其实简单易懂 所以对港台我有某种的情怀 我也很喜欢看港台的节目 你自己在里面也呆了二十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我不晓得是一路走来 你对港台最近这几年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样的呃中国北京的政府 或者是香港的政府 他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公共媒体逐渐失去 他应该要有的监督跟专业 或是批判性的角色跟功能 呃我在港台二十二十一年了 我在那个头条也做了 我大概是零零五年进去的 所以也也有十 我看十十六年的差不多 对十六年 在那个零五年进去以后 我的感慨 我的感想就是呃跟刚才那个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香港电台 其实就跟香港那个社会 他是一个共同呼吸 好像习近平最爱说的命运共同体 这个这个我我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说法 嗯 放在我们这个电台跟香港社会身上 因为呃 为什么我们以前可以有拥有那么多的言论自由 有那么多的创作的空间 比如说呃可以可以有一些批评政府啊 呃或者是对北京的一些政策 有时候他涉及一些所谓一国原则的时候 在以前香港电台他的一些节目还有一些空间 他可以去探讨 大家现在也知道你你问也不可以问 因为北京说涉及这个领土完整的事情 你是不能不能碰的 是不能质疑的 但是以前是可以的 嗯 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员工声音比较大 也不是以前我们工会那个力量比较大 完全不是 其实因为以前我们所在的香港 他拥有那种言论自由的空间 嗯 那个时候的传媒他的发展很好 呃 那个政府他最起码他要这个顾 顾虑一下这个舆论的这种压力 嗯 也要有那种议会的呃 那种民主的也会给他一种监督 监督 尽管对尽管我们香港没有那个很很很 完全那个意义的所谓选举的那种民主化 嗯 但是他那个舆论压力其实也有的 嗯 就是因为有很多方面的这种自由监督 跟这种压力 那所以那个政府他才会允许我们有比较大的空间 你可以做一些呃 传媒可以批评的事情 嗯 但是现在没有了 因为自从这个反送中运动以后 刚才我提到的所有力量基本上都消失了 嗯 那个立法会都没有了 传媒你看那个苹果也也好像连根就拔掉了 对那当他发现都没有什么舆论可以把它制衡的话 嗯 他根本就不需要再给你这种空间 所以他对我们就马上 自从换了一个那个处长以后 对 他就马上对我们大刀 这个过斧的就把它砍下去了 嗯 对很多节目他就砍掉 呃可以批评的空间他都把它就消掉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变成跟那个CCTV差不多了 嗯 中央台差不多了 也要他允许他的主流价值跟他是一样的 那种节目才可以播出来 嗯 我觉得香港电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状态 就全世界有很多的公共媒体 但是公共媒体很多都会受到国会的监督 或者是政府的预算 他不是直接给他可能会用所谓的license fee 执照费等等的方式 可是香港电台很不一样 他是直接的钱是政府给的政府拨款的 对 然后他的高层是政府任命的 然后他里头有大量的公务人员 可是我觉得就很特别的是为什么 就是这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像国家媒体的这个体制 可是你们却能够保有某种的专业自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跟能量 甚至你刚刚谈到工会 我记得之前发生蔡玉玲的事情 或者是绿金雅的事情 哇 这个工会还敢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站出来去声援自己的同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背后看起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专业的价值 或是非常强大的文化力量 才能够去撑起这一种所谓的自主性 对这个就是现在北京或是现在的特区政府 他们最最头疼的事情 他们最想铲除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这种力量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就是不听话 有先说这种叫三头主义 又说是类似港英的渔液 渔液是吧 就说以前留下来的那种力量 对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在我刚才说 为什么我们香港电台有很多这种自由的空间 因为我们就非常依靠在我们面 就是深处的这个社会 他给我们什么样的空间 那在以前在那个港英政府 他也没有民主 但是他非常尊重这个传媒的那种发展 或者是法制化是很清楚的 对对对也比较法制 所以他那个时候 我觉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允许这个香港电台 他虽然他是一个香港那个政府旗下的一个广播机构 但是他尊重他也理解 他是一个专业的那个新闻机构 也让他放开手去发展 所以我们那个 从一个 我觉得从一个那个title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那个处长 他在官方 除了有一个名字 头衔就是广播处长以外 他另外一个头衔 就是香港电台的总编辑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是一个新闻机构 他才会拥有的那种这个这个 这个 对这个编制 所以政府他其实也尊重就说 你虽然是那个公务员体系里头的 你是一个领头人物 但是我也觉得你是一个这个新闻机构里头 你是总编辑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香港电台就是说 那好 我拿的可能是政府的工工钱 但是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新闻机构 他的那种运作 嗯 所以我们那个呃 经常也说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主顾其实并不是香港政府 嗯 我们的老板就是普通的香港市 香港市 对 因为他们缴的税款 对 他们交给政府 政府在拨款 让香港电台可以运作 所以我们经常说 我们的新闻不是做给政府看的 我们是做给我们真正的主人就是市民所看的 嗯 所以这种观念从我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呃很很牢固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本来可能就刚刚毕业 也没有对这个公共广播这种概念很清楚 但是很快你很多不同的前辈很多主持人 他们都会跟你说同样的这个理念 那我们就一代一代大家都是呃传承了这个这个理念 就是公共广播 对 不是做给政府看的是要服务市民的 嗯 嗯 我觉得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其实即使在港英的时代 他也不是真正的民族 甚至他还存在了某种的专制 但是因为他要回归 中香港回归中国 他在很多的政治措施上面 他事实上是逐渐的改变 但是不管如何 事实上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来看 即使香港电台是隶属于这个香港政府 但是因为在法治的精神上面 在专业的精神上面 其实是一种相互尊重 而刚刚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你是拿政府的钱 但是不代表你要收到政府的控制 因为政府的钱是人民纳税的钱 所以我们负责任的对象 事实上就是去回归到人民 去为人民负责 而这才是一个真正专业媒体要有的表现 那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头条新闻是一个政治嘲讽节目 政治嘲讽节目其实在台湾的社会 或者很多社会都会讲 政治归政治娱乐归娱乐 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 或者说政治归政治零高归零高 大家这个很难 这个完全的去做区隔去做区分 但是政治嘲讽性节目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制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 来去谈政治嘲讽节目到底他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而志豪其实从香港到台湾 到台湾有什么样打算呢 在休息的这段时间 请大家也不要离开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头条新闻 2019年7月21号元朗事件之后的那个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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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副官 最近伙计的事是怎么样 大帅 很多伙计都说想调区入元朗 为什么呢 最近这个区才成为城中焦点 伙计说元朗区有弹性上班时间 喜欢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下班 提早下班 真正做到work life balance 牙差做事真的很辛苦 有时候累得连钟也没时间看 让你早点回去休息也有道理 元朗区差最大的优势就是 工作上有很高的自主权 收到call 喜欢等多久出发就等多久 你错了 不能等太久 八个字太长了 只能等三十九分钟 元朗区差去到现场 喜欢开工就开工 如果觉得不安全 也可以留在安全的地方 站在一边观察 我承认吧 伙计躲在安全的地方 而留在市民在不安全的地方 是和大家的期望有少少少的落差 但是市民呢 他说打999也没有人来救他们 三个小时打了二万四千个报案电话 很明显是黑客故意攻击 製造牙差见死不救的假象 大帅, 市民应该如何报案才合规矩呢 根本不用打999 看到牙齿有信心 不来就一定有原因 真的不来 你打破电话也没用 怕你就不要出街了 大帅 你说卑职拆例也要说了 真的很建议 但是有些伙计去到现场 就说发现不到有人拿攻击性武器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那些人都没有拿到水瓶、雨傘和背囊 连口罩都没有戴 那么和平, 只拿着藤条而已 石水喉说的, 教仔工具而已 水喉通一定是博水喉用吧 大帅, 白衣人那晚的活动 你早就知道了吧 他们的好意心灵了 那为什么星期六的光復元朗 我们又不发不反对通知书呢 元朗游行应该向十八香乡议会 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才对的 他们不归我们管的 而且去元朗呢 无论是悼念还是郊游 都应该是申请Visa签证才对的 我们有错吗? 我们做错的是什么? 我们都是想香港进步 有民主自由而已 我们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下场呢? 黑社会不要走 黑社会不要走 加油 加油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的经费是由公众捐款支持 也欢迎大家透过不同的方式 包括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持续能够做好的节目 对这个社会有重要的贡献 对台湾的这个权力体制 不管是财团或者政府 我们都能够进一步的去监督 那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的是香港非常资深的传媒人 也是《投条新闻》香港电台《投条新闻》的主持人同时也是编剧的郑志豪 你好 你好 我们刚刚在中间的时段 其实看了您的作品 就是《投条新闻》 然后这个我特别去把它找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是很经典 这个经典其实有这个事情 那我有两个很大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感觉 就是香港的2019年7月21号的这个元朗事件 白衣人的这个事情 那天其实我是在看直播 在很多次我的节目都在讲说 我那天在看直播看到晚上睡不着 然后我就非常惊讶 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事情发生 那可是隔了几天在《投条新闻》上面 你们就用这个段子 这个事件来做你的段子 作为你们的主题 然后那天的主题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叫做讲人话 而讲人话 其实是当时的港台的记者 非常有名的记者丽君亚 他一直觉得访问林郑的时候 他一直在鬼打墙 一直在这个不正面的回应 所以他就非常生气的说 请他讲人话 可以稍微讲一下 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节目 来回应这个有关元朗事件 哇我都我都快忘了 这个好像噩梦一样 就好像你说的 那天大家都睡不着 我那天我也出去了 但是没有再原浪 因为没有人知道 会再原浪发生这个事情 对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 我们做的这个节目 它我是非常有那种体会的 因为本来啊 我们在7月21号以后 我们的节目 它按照那个正常的程序 我们会有所谓的修剧修剧 就是有一两个月 对对对 也差不多了 可能就可能几个礼拜后 他才会再回来 我都忘了 不过那天就是发生721 721以后 我们那个监制 他就打电话跟我们 非常紧急的说 呃你们希望可以赶快回来 我们提前就再多做三 三集节目吗 嗯 呃因为他说面对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刚好在这个时候 呃就没有节目做 他说好像就在这个大事面前 就缺席了 对 他说非常有有遗憾 他说那个市民也应该很想 在这个时候看见我们发出声音 他问我们几个主持人 可以现在就回来 就不要再好像正常的休息吗 嗯 但我们就二话不说 基本上就两个三个 我们都说可以 我们就马上就呃礼拜几 就回去再做这个节目 那我觉得这个举动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他说明的事情 第一就说明这个721 他真的太重要了 就就对香港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震撼 第二就是呃证明我们做节目 并不单单就说好我们拿那个单子 呃我们跟程序呃今天要做明天休息 那我们就后天再见了拜拜 嗯 没有我们就是跟的真的跟这个时代同呼吸的 他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马上就有回应 而且这个也是我觉得应该在香港电台呃 呃起码在头条新闻是从来没有发 他做出这个这种举动的 嗯 因为这个非常就突然的事情 那他就打破很多常规 因为为什么他可以争取做三级节目 其实他要协调很多 就把本来安排好的一些常规的 会在休息期播出的节目 就把它先压在一旁 然后就把我们的节目推出去 那我觉得如果假如说今天 我们还在这个香港电台 我们还做头条新闻 又非常不幸的 又发生类似721的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香港电台 是不会允许我们做出这样的调整的 因为他他已经希望呃很少这种批评的声音 希望把它尽量减少 但那个年年头我们还有这种比较自由的空间 所以就希望观众朋友可以了解 这个是非常突然的一个这个加进去的一个一个 一个呃一个集数 那那个内容我觉得呃那天我们做的时候 其实那个心情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嗯那么大的惨剧 而且你你会很很生气很愤怒 嗯但你要在这种讽刺的节目里头把它放出来的话 你又不能直接就开那个镜头就骂娘也不行 这个也不是我们的风格 那我们就只能想方法 就把它变成一个笑话 我我现在还能记记到的就是我们说 呃我们装成是那种警察的那个身份 因为其中我们有一个角色就是呃那个袁世凯 那我就是那种 对我是那个军官 那其中有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写的时候就说 啊大帅呃现在很多我们的同僚 然后他们都希望可以去调去元浪去上班 嗯那个大帅就说为什么呢 啊对我们说哦因为现在在元浪 大家都发现可以有那种弹性 呃就很灵活的上班时间 你可以39分钟以后才去上班 有我有看到这一段啊对对对对你如果不想做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大门 关起来警察的大门关起来 你自己休息也可以 然后电话也可以不接对吧 啊对对对电话也可以不接 所以我们说很多我们现在那个伙伴 他们都说我愿意去元浪 就就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挖斧一下 嗯嗯 我觉得这很难哦就是你刚刚谈到在知道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愤怒悲愤的心情难过的心情 可是你要去变成是一个某种程度的是一个娱乐 或是一种嘲讽的节目就是我们刚刚谈到政治跟娱乐之间 这个这个奋进我们在谈政治的时候 其实是很很很严肃的啊 那但是我们要把它变成娱乐的时候 其实又怕有时候流于某种的被认为是低俗 这个这个两者之间的奋进该怎么去拿捏 在做这一种节目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是需要去考量的地方吗 呃我们会提醒自己 我们跟网上面那些恶搞的那种节目 是要有不同的定位的 可能他们那个效果 呃呃大家比较喜欢看 更加喜欢看 因为现在网络那个语言很很尖锐也很势利 他们经常也会有很多就呃不讲理的那种所谓的梗 他们也会也会抛出来 嗯但是我们毕竟是呃第一是那个电视广播出来的 第二我们呃还是公共广播 所以我们那个呃所谓的道德那个原则 我们还是守的比较要严谨一些的 嗯那所以我们会提醒自己 我们是幽默我们不是呃很单纯的攻击 或是嘲笑别人 所以举个例子我们心里尽管对警察 比如说我了我都已经离开了 我对警察尽管非常愤怒 可能真的觉得他人渣 但我们绝对不能在节目里头 就所谓开个玩笑 就说哎这这批人渣 他们现在做什么不可以这样 嗯那我们只能就说他会 因为我们要解释 我们要中间要铺铺垫 就要告诉观众 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呃不好的 嗯他有什么缺点 我们起码要把这个事情铺垫出来 好像刚才那个呃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笑话 就说呃他那么这么呃所谓很迟 他才赶到这个犯罪现场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点突出来 我们就说哎这个点是事实可以讽刺 嗯那么晚他们才去到那个犯罪现场 嗯那个所谓犯人都走了 他们才才才才去到 那我们感觉这个点是可以讽刺的 那我们把突出来 那你怎么要嘲讽他呢 你如果很直接说他们迟到 也没什么好笑 而且那个讽刺的力量也不大 所以我就会呃转过弯 就说那可能对警察来说 他们非常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可以那么晚才去到那个现场 那所以铺垫起来 就会变成这样的组合了 那其他有一些比较呃明显的那些红线 就比如说不能嘲讽人家的身材啊 不能说他是个癌痴啊 不能说他很胖啊 他如果比如在外国他们可能会开那种颜色 那种肤色的环角 那香港尽管没有 但我们也不会碰这方面的这个题材了 所以这个中间的拿捏也是 我觉得我们也是很讲究的 嗯就特别是有些head speech 如果说了之后这种仇恨性的语言 或者是那种贬义式的语言 其实会反而引起更大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正义哦 那其实这种嘲讽性节目 我说实在真的不是很好做 其实我为什么特别呃觉得香港电台很厉害 就台湾的公共电视 我也不觉得他可能会做出这种节目在短时间 所以其实在香港的这个政治的拿捏 或者是娱乐拿捏 其实或者是某种 我觉得对时事的这种争扁的那个力道 跟准度 我觉得其实香港电台真的是蛮厉害蛮强的啊 那呃回到这个所谓的嘲讽性节目 你自己觉得这个嘲讽性节目的一种社会价值是什么 因为你也做了这个头条新闻也做了十多年啊 然后呃特别是在2014年之后呃 应该是更早2012年说明就发生 就香港的所谓的蓝丝跟黄丝这种对立越来越强 做这种节目会不会其实越来越困难 然后越容易动辄得救呢 呃从来做政治特别是讽刺的节目 他就会要得罪一大片人的了 那是肯定 因为你要讽刺一些一些做所谓利益记得者 那都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反弹 但是你说的对就是从12年以后 特别是雨雨伞运动以后 那基本上呃香港社会就变成非常矛盾很多对立 对那你那种投诉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那种投诉 可能他真的因为触碰他的一些某一些观点啊 可能那些题目对他来说有一些影响他可能才会有一些投诉 但是我觉得在14年以后 基本上就已经有一批是他呃已经是习惯了所谓自然反应的他把自己接登成为蓝丝以后他看见香港电台他就已经心里有气 你做什么你只要是讽刺政府任何部门的呃他也会有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难做 以前没有那么明显的那种敌对的矛盾 但现在特别现在19年以后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你如果是香港电台或是一些呃他们界定是有有恶意的媒体 比如香港的那些网络的媒体什么立场啊 或是以前的苹果日报对他任何报道他说任何的新闻其实也会引起很大的那种投诉 嗯那所以那种环境是越来越就不友善 嗯那我们做起来只能是说要呃比较小心 比如我们要做一些讽刺有一些建制派的议员的时候 可能以前你就呃看见他做了一个什么呃愚蠢的事情 你直接就可以呃想一个笑话把他笑就可以了 嗯但在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呃再做一点所谓的控制一下 比如说呃真的要做这个这种讽刺吗 会不会也就放他放过他就算了 因为他自我审查 对有一点他伤害性如果不是那么强的话 嗯我们那种想法是会很麻烦 对我觉得这个形容比较好 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害怕说会把节目给所谓关门了 但是你们就我们就已经会有点害怕就说很麻烦 哎这种人你如果招惹他的话他会投诉 我跟你一直纠缠到底很烦啊 对他又会纠缠到底嗯 嗯你又要处理他的投诉那就算你可以把那个投诉应对过来了 嗯哇我们也很累了嗯都累了都没有力气再跟他去创作其他的 所以会有那么一点的那种估计是会有发生的 但是呃 就只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大家就想的越来越安全 所以呃如果一个小的总结 就我们在后来的时候 飞到不呃所谓呃如果他不是一个非常重要 重要的你觉得不讽刺不可以的话嗯 那我们基本上就把它放下嗯 只挑所谓大魔王啊那些大大魔王就就找出来那些那些最重要的人物 我们才会把精力就放下去嗯 所以这过程当中其实从12年14年12年反国叫14年这个雨晒运动 一直到慢慢的其实出现了某种的自我自我审查吗 或者自我限说然后你们也怕麻烦或者是怕很难处理 结果其实你是意思说越来越保守 可是即使是这么保守 越来越保守的状况还是被人家给干掉了 对啊哈哈哈 因为你你最保守的做法就是你你你不要再做就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他们来说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理解 所以呃去到后来特别是反送中那两年 其实都已经没有在想那么多了嗯就你会小心 但你不会说哎还是不要说因为嗯你每每个礼拜都发生那种事情 你可以忍到什么时候都没有这种空间让我们再退 所以对嗯嗯 你自己在很多年前其实呃 就应该讲说香港呃10年之后 其实跟大陆人哦跟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是非常紧绷的 例如说双飞 例如说上水然后水货客等等 然后然后比如说要光复上水等等 那个跟香港呃香港的人 跟香港市民跟中国的这个人民跟大陆人之间 其实是很紧张 甚至很多的香港人其实是用蝗虫来去形容这个大陆人哦 那甚至呃前有一阵子其实也包括呃这个香港的百货公司 然后被认为是歧视香港人等等 然后很多人去包围百货公司 所以那个那个那个冲突是很严重呢 也有一些呃店家开始用所谓的简体制 其实你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哦 就是现在看起来你好像对于这个这个中国 或者是对香港的政府是有很多的意见 或者北京的政府是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其实你对于大陆人 你在那一阵子的发言就觉得说 我们不要用蝗虫去称呼他们 因为这是一种歧视 那大陆人到香港他们可能繁体制不懂 然后去看一些简体制也是方便嘛 那这也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 你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这样想法跟很多的香港的本土派 甚至某些的呃民主派其实上是不太一样 对啊因为在香港呃像我这种想法的 他们有个很好的名称啊 就说我们是大中华 大中华交 对交的可能台湾观众你就理解 就好像是很很很笨啊 就是骂人的意思 就反正你就是一个呃 天天念的所谓大中华 大中华就好像要大爱世人 就不要有很多敌人的那这种好像呃 这种呃嘲笑的一个对象 就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觉得在以前呢真的呃 呃我是把几个概念分得很开的 一个就是共产党 一个就是春华人民共和国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中国人 OK 我是分的比较开的 所谓分开就是说我非常痛恨他这个政权 所以我对共产党很反感 对呃对这个这个国这个政权所建立的 就是49年以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呃崇拜啊 嗯我也没有什么归属感 所以嗯没有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太大的认同感情感 没有很多很多认同 但是你对在他自下的管制下的中国人民 那我就觉得比较多是同情 嗯因为我觉得他们也经历很多劫难 呃49年以后的文革六四到现在 他们都在那种管控的生活下就是成长的 那我是对他们比较多同情的 嗯所以当大家攻击共产党攻击北京政府之后 我没有任何意见我都很赞成 嗯但是如果你说那些在呃到我们香港去旅游 那些中国同胞你说他们是蝗虫 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不忍心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直接做什么坏事 呀但在那个年份的香港人就感觉我是傻子了 就感觉说你要不就是傻的 你要不就是其实你是舔共的你是要跟共产党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也不是跟他在一起 那就只能说你真的太愚笨了 你还要把它区分开来 对到现在也是 比如说现在那个奥运播放期间 对对 现在香港人其实已经已经发展成另外一种观念 就是说他们会支持中国队的对手 嗯对 他们如果发现中国队落败他们很兴奋 所以就是排球打输了吧对不对 对 很多香港朋友都很开心对 对对对 那对我来说这是有点复杂了 因为我我现在已经可以发展成 我看见中国队赢了不会太兴奋 你看见他输了我也没有想哭 就以前可能哎呀糟糕了女排输了 那但是我还没有进进发展成就他输了我很高兴 嗯他他如果赢了我会哭 我还没有发展成这样 嗯其实我觉得啊如果现在我跟我的香港朋友 我我表现我这种情感的话 他们也会骂我嗯真的死不悔改 到现在你还是就没有没有觉悟 你还要同情这个在在这个别人 你就是呃无药可救了嗯对嗯 可能我就现在还还没有跟他们是完全同步 嗯嗯对 不过说实在认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而且其实呃有些人当然是可以把它区分开 可是区分开就很容易变成是二元对立 可是有时候你要真正的区分开吗 好像也很难 因为他其实是有一些互相的连带 互相的影响互相的延结的关系 我觉得我甚至可以用香港的认同专门做好几集的节目 都其实很深刻的可以去好谈这个这个这个话题 哦那不过我想要回到你自己的家庭 其实你有你有两个小孩哦 那这两个小孩年期其实都还蛮亲的 我我记得我看到一个访问的大大小孩大孩子 叫做克靖克靖就是克就是克守 靖就是守护边乡 那你你取这个名字希望他能够守正到 守正做正义做正确的行为不走歪路哦 可是后来又看到你有一次的访问是2018年 你的小孩生出来没有多久 然后刚好发生这个反重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哦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出世出生 你有點后悔啊就是呃 为什么要在这个这个这个环境里面出生哦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突然间后悔 你是担心你原本期待小孩能够守正道做正确式的正确的事情 走正确的道路这样的一个期待 在现在香港社会事实上是很难 我之前访问一些香港朋友 哎他的确是有这样一种想法 对啊 最起码我现在已经不在香港了 哈哈哈哈 这个所谓后悔就是 就以前我大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们还在香港 我们可以就呃 很自在的在我们的地方 你可以发言 但是现在 起码我跟大儿子小儿子跟太太都已经不在香港 嗯 就所以这个 那应该不会后悔了吧 好 呃 不需要后悔了吧 一种是另外这种后悔 ok 如果你还是希望在自己家成长的话 那还是有一种后悔 就说 起码我不能再让他们在自己就成长的这个 所谓故乡 不能让他在香港成长 但是你选择了台湾这个地方 那当然是很好 就是另外的一种选择就不会让他后悔 这个是情感方面 另外就是呃 以前我跟儿子那个许愿 就希望他可以恪守正道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我我我做出这个许许诺 没有很大成本需要付出 嗯 你需要很大的呃 那个教教导 你要很多的时间 你要有一些培养给他 这肯定要付出的 嗯 但起码那个时候 你不需要付出 你小心啊 你如果真的恪守正道的话 你可能会抓进监狱 你可能会被人控告 会起诉 会调查 可能要流氓类似的 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你你需要付出的成本 如果你还想他守我们心中的正道 那就可能非常糟糕了 嗯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说后悔就是 那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大到我都没想没反应过来 嗯 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 哇对 这的确是在那个地方 要去遵守某些的价值 刚刚即使从一个传媒人的角度 要遵守新闻的专业 传媒的专业 那个代价其实就是很高 那更何况在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有很多的价值 他必须要遵守 可是现在香港环境 对很多的香港人而言 他恐怕都是很难去遵守那个价值 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离开香港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看过你一个访问 你用球赛来去比喻香港的政局 那你在你这个访问 他说主动离场 就是不知道能够踢多久 然后主动离场 不见得有更大的空间 继续踢呢 其实是无影不可拦截 还可以做什么是问号的 所以是没有的 但是你情愿从头到踢到尾 那好像你愿意在那边继续奋斗 可是你现在似乎选择了主动离场 这个主动离场就是要换一个战场再战呢 还是就真的跟他告别了 这个是很矛盾 因为从如果单单从我在香港工作的机会来说 我已经踢到尾了 因为我的在广播的所有工作都给他砍掉了 以前的头条新闻 后来在电台那个talk show 他都把我辞退了 在报纸上也是 以前我在苹果日报写专栏 他整个苹果给端走了 后来我现在还有本来还有几个报纸可以写的专栏 他都把它停了 那如果是单单从很很单纯的工作 那个工作层面的话 可能我就已经踢到尾了 但是你说如果 呃你还你还在 你还还有自由 你还没有被关进那个监牢的话 那对好像看起来还有一些空间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当年我做那个访问的时候 跟现在我跟你做访问的这个香港 他又变了太多了 对他变到好像你你以为我我单单在脸书上我说一句话 可以了吧 没事吧 原来也不行 嗯我们看那个自联会呃 对那个周幸彤 他也抓了 单单就他说一句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让很多香港人再重新思考一下 就是你非常愿意去踢这个足球 踢到尾 但是你发现现在裁判 吹哨子的那个尺度完全不同了 嗯可能你刚刚呃就踏上这个球场 嗯你刚刚开始要起步去跑了 嗯他就已经向你就举黄牌 嗯你可能还没有向他做出投诉 你就看着他一眼 嗯他马上就说不服是吗 红牌 那可能我们现在就面对这种比较荒谬的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在其他的场合 在发生 在继续这个球赛的这个进行 我觉得现在也只能是一种无奈之举 嗯对 现在还好 我觉得有互联网 嗯我们已经没有很多主流媒体的空间了 因为他都把你砍掉了 但是互联网现在最最少 我们还没有像国内一样有那个什么呃 成成墙要把他挡住 我们还可以自由发生的话 嗯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好好努力一下 嗯其实你刚刚那段描述都让我想起周星驰的少林足球 这个球员球阵 全部都是你的就是掌握在他的手上 这个这个局根本已经不是你可以玩的 或者也不是你的局 你再怎么玩其实都是按照他的规则 在那个球场已经没有任何的比赛可言 但是离开的那个地方还有更大的天空 例如说互联网我在网际网路 事实上呃曾志豪也有好几个的YouTube频道 其实大家也可以上去去订阅去收看 来去呃追踪这个曾志豪的这些频道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虽然离开了这个香港的这个球场 但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为什么要要来台湾 来台湾之前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或者是期待吗 台湾我觉得是最接近香港的一个地方 嗯就是单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的话 你有时候可以跟自己说我没有离开香港 因为可能你你你你面对的 比如说人呢 嗯你的生活习惯呢 那个地理的距离也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呃现在台湾他也脱离不了这个北京的一些 呃他的形势的发展 嗯所以所以如果你打开台湾的新闻 有时候你发现哎这些议题可能跟香港 你在香港听到的差不多 可能北京又说些什么事情 可能北京又在疫情上面又搞什么小动作 嗯所以呃从那个呃没有离开自己本土太远的角度出发的话 台湾我觉得就起码可以满足一些我们呃还在继续努力的这种这种想法 嗯虽然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地方毕竟就不是香港了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 这个是第一点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因为台湾真的拥有这个民主自由 嗯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安全的 我我举个例子前前几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做访问的时候 那个记者他就呃介绍我的这个背景就呃说给他的朋友听 他可能希望大家对我有多点了解他就说啊他香港什么什么主持 他做了什么事情呃然后给辞退了 对政府什么什么投诉说了很大很多这些东西 这本来听起来对自己来说就说哎呀真的我很惨啊哎呀很多压力都就在我身上发现了啊没想到那两个台湾人他听完以后他就很自然的就继续喝茶呃呃呃呃就就就就吃点点心 然后就说哦那现在没事啊然后台湾很好台湾欢迎你嗯那一下子我就觉得很很很解脱 因为嗯很多压力对他们来说其实好像第一就是别人的故事也没什么大不了 第二就是他说的那个就很重点就说尽管你曾经有那么多的压力尽管你曾经面对那么多可能的恐惧 嗯但是他觉得现在你来来到这里就没事啦这里就很安全很自由哇我看见他那么放松的那种表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香港人现在他最希望可以呃看见的这种每天可以有这种呃轻松的这种神情就已经是非常大的满足了所以嗯就如台湾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嗯所以有打算要在这里做做什么吗现在我现在做这个节目 或者说我还在找房子很多事情都很多事情还没有安顿好嗯对不过我我觉得我最想就是继续在呃在这边关注香港的情况嗯这个我觉得如果每个人在一个城市他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在一个社会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步伐的话我觉得呃我第一个阶段我我觉得我首先就千万不能把香港那个事情给忘了嗯呃因为很多人他很辛苦 但是他没有选择离开嗯有一些他没有办法离开嗯那我们已经走了嗯我们就不能让香港那些人感觉哦你自己走了就好像抛弃他们就丢掉他们不管了所以我觉得很多香港人无论他在台湾或在英国哪个地方 我觉得第一步我们都要做的就是呃还是要为香港人要发生嗯要呃照顾他们那个心情那些话题嗯那慢慢我觉得要在呃呃当地一定要呃呃发生一点关系嗯就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嗯不管我我现在在台湾是英国还是非洲好像这个世界与我无关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呃慢慢我也希望可以呃比如说现在很高兴今天可以跟管先生做这种访问那我们就起码我就感觉 跟台湾可以有多点联系嗯呃也要明白这个地方他过去那种奋斗的历史嗯嗯台湾也有很多白色恐怖啊呀台湾也有他们的返校那种那种曾经的噩梦 对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台湾人民是怎么奋斗可以走出这种这种白色恐怖嗯可以变成今天大家很高兴的喝饮料就很自由的这种生活嗯嗯我想台湾是非常想欢迎香港的朋友其实至少呃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朋友很多共同的话题有很多连结那这个其实也非常谢谢这个自豪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力量的连结哦其实在苹果日报结束的时候 我曾经说不只是be water 还有be seat就是变成是种子嗯在不同的地方要去发芽成长今天我想到了每个地方不管是在香港也好或者在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每个人都在为民主的种子自由的种子再重新发芽成长再一次谢谢自豪接受我访问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也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真的实体的面对面见面一起来喝茶好谢谢你谢谢谢谢我们节目先到这边谢谢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放